因为在选举的时候 大部分的政见 没人要听 你这边跟你讲说 台中到底的交通规划应该是什么 对不起 没有人要听 但要听的是什么 大家听的是候选人的八卦 韩国瑜是被女人抱还是抱女人 蔡英文总统有什么八卦 郭台铭有什么八卦 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永远专注的是人 第一个是人 第二个才是蓝绿板块 第三彩票政策 总统大选唯一的政策 就亲中亲美 没啊 所以你在台湾机场 韩市长如果要做得比较衰退 把政见政策这件事情 拿来做地方整合的话 那他一定要先去找过卢宣卢市长 为什么 避免 避免上一次跟这个 侯友宇的事情再发生 就说 这个时候只要不要犯错 错就好 新任刚讲一讲 没有人会认真 卢宣卢卢市长也不会太认真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那不是当务之急 所以他讲这个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犯上次那个错误 一讲到何事 就会谈到何会料 被侯友宇打脸 这种错就要犯 所以这个事情也许 视为还是可以帮我们韩总辩护一下 但是我真的讲认真的 就是说政策在选举的时候 认真要听的人还真的不多 好 再来关心郭台铭 是不是要选总统忽之欲出 传出郭台铭的幕僚呢 拟好了三套剧本 就是独立参选 等待换鱼或是操作弃宝 那败选后 职工党魁 来看VCR 截至前一天周末假期 郭台铭出席国民党清晰教育活动 对着台下退官士兵开奖 尽管还没宣布选总统 但郭台铭还是积极宣扬施政愿景 另一方面 幕僚团队也已经帮他拟好 参选2020三套剧本 首先郭台铭独立参选2020总统 第二 等待国民党换掉韩国瑜 或是操作弃韩宝锅 一旦胜选 柯文哲台湾民众党 就能顺势接收绿营支持者 第三如果郭台铭韩国瑜都败选 蔡英文胜出 党主席吴敦宇势必要下台负责 届时郭台铭将职工党魁改革国民党 这个要不要换于这件事情 的确是国民党他们必须要去伤脑筋的事情 郭台铭先生的态度从一开始都说 他对于这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的期待 那如果说国民党那边有任何的变化的话 其实郭台铭先生也不会回到国民党 去代表国民党参选 因为他一直强调如果他要选 他就是独立参选 非选党主席会是他的选项之一吗 我们其实都没有听到有这样子的规划 三套剧本的传闻 郭振英没有全盘否认 留给外界更多想象 但这可让蓝军上下焦虑得很 传出国民党为了劝退郭台铭 还出动郭台铭的表姐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太太张淑芬 出面沟通 传这些传言的人也还蛮厉害的 就是没有在现场 为什么都可以传得出来 好像自己亲身经理一样 郭台铭也传出了这个参选三剧本 就是这个独立参选 换于或是气宝在就是败选公党魁 那不论如何呢 那国办都说了都不会回国民党去代表参选 那这两天其实也传出郭台铭的他有位副手 就是这个侯明峰高一大的院长 也是这个侯友宜的二哥 那他就说感谢郭董的肯定 他继续的医疗工作 显然是婉拒了 那感觉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见光死破局了吗 蓝冥玉怎么样看呢 其实你看现在郭台铭就我的了解 他幕僚就讲说大概他参选的几率 已经是99%了 剩下的1%这个就讲的比较保守 剩下1%就是郭董自己 那你看现在连副手人选都出来了 就代表说其实他要参选的心意 真的是大势底定的 看起来国民党这局就无法挽回了 所以你看就大概吴敦义也不用再努力了 因为你要再见要见什么呢 其实也蛮难堪的 搞不好当场就把荣誉党政就还给他了 不用吴国会了 这个国民党当然的说法一定说要努力到最后 可是就我们的了解 就是说你看副手人选 现在都已经传着这样飞飞扬扬 那你没有要登记 没有要选你 连副手都要传这个干什么呢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三个剧本 就我的了解独立参选是对的 独立参选这个是 已经是既定的一个目标 他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强调的 他就是不要去参加别的党 让这个蓝营的支持者 觉得他有背骨背叛的一个感觉 而且独立参选有个好处 他就是要证明说 我就是可以比韩国瑜更厉害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败蔡英文 不管是国民党 韩国瑜或者是这个郭台铭 他们主要的目标 是要把蔡英文拉下 所以他其实没有要参加别的党 就是不是要背骨 他是要证明说 我就是要比韩国瑜更有能力 同时也不会受制于其他的政党 包括什么民众党或亲民党等等 对 感觉像人家施舍给你 给你门票 所以他的这个诉求才能够打动 就是说在国民党内讨厌韩国瑜 或者是说认为韩粉太过分 或者是这些知识栏经济栏 他的诉求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独立参选 那独立参选的话 那他独立参选的心意已决 就不用再等待换语 你换不换就跟我没关系 第二条就不成立了 但是气宝可能需要 气宝需要 他要证明他比韩国瑜更有能力 可以打败蔡英文 所以他希望可以在这个蓝营的内部 至少可以找 达到气宝的一个效果 那你说他去登记领表的 领表 领表联署的当天 国民党一定开闸 一定开闸 他怎么有办法选当 所以他怎么可能 败选之后再回来公党 这个比较不合理 这不合理 败选公党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剧本 这个编到第三个 是有点太夸杂了 可是老实说 这样子的一种剧本 也让外界会觉得 你郭振英或是郭台银 这边也是充满了算计 不是吗 对他的形象会好吗 算计他算 他独立参选自己的路 那真的算计 他才应该留在党内 党内等换鱼 为什么 大家才有 这个操作的空间 甚至留下来 摆脱国民党的牵绊 对 选党魁 反正他自己独立参选 大家就觉得说 他参选的心意已定 你们都不要再拿 其他的什么资源 他其实也没什么资源 他现在是他要拿资源给别人 别人也不用资源给他 那我们再来讲到 这个副手的事情 副手就我了解 就是这个侯明峰 确实是有在 这个参考名单里面 因为你知道最近很多人 就是包括 很多人要找他 其实包括张善政或是说张显耀 这些人其实都在 包括张善政在组国政顾问团之前 也有去拜会过郭台铭 有先跟他解释一下 所以很多他旁边的人 国民党那些人 陆陆续续都有透过管道 要去找郭台铭 那这个侯明峰是各方推荐 还是说是郭去找侯 就我了解 他这个侯明峰 也是在推荐名单以内 就像那个当初传出来的 那个陈大的校长苏慧珍 他传的名单有很多 那这个我了解是说 这个消息应该是柯振营 放出来的 那可能因为是柯跟 柯振营放出来 我不觉得说是有什么政治目的 要去让他见光死什么 因为柯现在是要促成锅去选嘛 可是你一放很容易就破绝了 就是说对 那就我的来解管道是 就是因为柯可能是跟这个 医界比较熟 所以就是这个名单也确实是在 柯振营的这个推荐名单里内 那医生的这个目的很简单嘛 大家想到就是说 医生在台湾的这个地位啊 就是比较崇高啊 那大家对医生有期待嘛 那包括像以前的赖清德啦 陈建仁啦 然后还有这个柯文哲嘛 大家都对这个医生 毕竟在台湾有学经历啦 这个就是教育程度高 大家对医生都会有期待 难不成又是柯P大嘴巴 讲出来了吗 这个我不了解 但是就我了解是说 这个写的记者的管道 他可能比较偏向这个柯振营的系统啦 那再来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侯明峰 他所属的这个高一大 是属于非常蓝的体系 对如果说他可以 因为大家知道说 郭董的这个比较优势 是属于在北部啦 或是竹科啦 他比较偏北 而且比较偏年轻人 那如果说侯明峰出来的话 对于省级啊 或者说对于这个南北的平衡 那确实是可以产生一个效果 只是说他们唯一的缺点啦 两个都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对因为这个侯明峰 侯医师 他也是没有什么政治的经验嘛 那郭台铭 他除了历经过这个总统初选之外 他其实对国政 他们都是政治素人啦 只是说这两个搭配会比较 给人家觉得说 你们两个都是政治素人的那个感觉 但是反正现在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侯明峰就是侯友宜的二哥嘛 对那侯友宜现在 到目前为止一直都不松口 也不愿意接这个 韩国瑜的竞选总部的主委嘛 那甚至对于他的一些国政 像什么 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核能的政策 他也马上就打脸了 所以侯友宜这块是比较诡诀啦 那是不是说因为都是侯明峰的关系 那侯友宜当然要撇得很轻嘛 就说他跟他哥哥啊 同来都不讨论政治的话题啊 这怎么可能 你兄弟俩不讨论 就是说见面 就是说不讨论话题 这个也蛮怪的 如果真的找了侯明峰好了 有一时二鸟的这种效果 对啊 确实也确实是啊 那除非韩国瑜要反制的方法 韩国瑜就去找朱立伦啊 找朱立伦当副手的话 刚好可以反制侯友宜 但是这一切都不用再揣测了 因为侯明峰已经拒绝了嘛 那现在就我了解了 就是各方还在推荐了 那那个郭台铭 我之前专访过他的时候 他曾经真的跟我透露 他心里有一个属意的人选 然后是男性 然后就是年纪还不大 他比较中生代 然后他说这个人 有曾经找过他 不是为了求官 然后是跟他谈一些国家政策 然后他对这个人非常的欣赏 但是他那时候都不松口说是谁 所以我猜郭董心里有一个 他属意的人选了 那反正这个9月17号很快嘛 他如果要登记的话 一定是正副整合要登记 到时候其实时间蛮紧迫的 对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对郭台铭来讲 现在如果17号要去登记 联署参选的情况下 副手人选马上紧接着就要出来 这个东豪哥怎么看这部分 现在郭台铭他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剧本去铺牌 去推陈 他现在要找副手人选 恐怕真的也要去思考 但是同时找了蓝铭的人选 是不是有可能裂解的蓝铭 是不是有这种一石二鸟的效果呢 当然可以有这个效果 那么讲 以前我们过去跑副手的经验来讲 比如以宋楚瑜的第一次参选来讲 那个时候国民党 是李登辉总统跟连战先生 连战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在想办法 想要用尽办法 想要知道宋楚瑜的副手会是谁 当年宋楚瑜的第一顺位 是吴敦毅先生 然后他等吴敦毅 他真的是等吴敦毅 可是后来等不到 吴敦毅如果没有记错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 我有可能记错 吴敦毅后来去了香港 出国 所以后来就没有等到吴敦毅 那没有等到吴敦毅的时候 那时候李登辉先生 他们跟连战先生 他们继续要 他们知道一定要有副手 然后就开始找 后来传出了一个消息 南部人 最好是高雄 医学院院长 或者是医界 那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自由时报 那个条件说 一传回去呢 自由时报 连连开始翻所有的南部 医学院大学各 找了 找到后来忘记一个人 长庚医院张超雄 长庚医院 长庚大学校长张超雄 他是高雄人 医界 然后当过长庚医院院长 条件就对 忘了在台北找 那个保命到家 所以宋楚瑜当年的第一 那个副手 一丢出来张超雄的时候 是素人 可是学有专精 当年对宋楚瑜 是有加分的 郭台平现在的问题 是他不能完全 copy宋楚瑜 因为他已经是个素人 好 那他会找谁 考虑南部 性别平衡都有可能 可是 侯明峰会出来 就表示这个人已经出局了 对 会现在会曝光的 就是没有 就是已经不会 谈不成了 好 那曝光有个好处 在吃侯友鱼豆腐 或者反过来讲 不应该说是吃侯友鱼豆腐 是在吃韩国鱼豆腐 韩国鱼跟侯友鱼之间 你就知道已经有疙瘩了 侯明峰 那个侯友鱼的二哥 这个消息再出来 那不是让那个疙瘩变更大 那这个是阴谋吗 不是 这不是阴谋 这叫阳谋 阳谋 就跟你讲我喜欢侯友鱼的二哥 他这个人非常好 韩国韩市场能说侯明峰不好吗 不能讲 可是这个事情呢 真的是 他完全不能讲任何话 甚至应该回过来 还要赞美一下侯明峰 侯院长 因为什么 你如果这时候不赞美侯 你后面你是要去拜托侯友鱼 去年选举这所有的人都要抢韩国鱼嘛 对 那现在你既然是国民党总统的初选已经过来被提名 现在是换你要去拜托别人 那9月17以前就看郭台湾出招 但是郭台湾会选谁当副手 我没有答案 你觉得他会不会找政界的人会比较有那种互补的效果 不好找 不好找 因为 可能还要再找 因为要够分量 那这里面比如说像王金明游院长 王金明游院长大概是不会当副手 就好像王金明游院长拒绝了韩国瑜当副手 那个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那个是在7月底的事情 当时有几个人在做 袁战先生做主人邀请韩国瑜跟王院长 做陪的有林峰镇国民党的前副主席 每一个人都讲话了 包括韩国瑜本人也讲话了 那王金明游院长当然也讲话了 这个就是他讲什么话 祝福你们了 就祝福你们了 那韩国瑜韩市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他的副总统也要找 那他的副总统也不是太好找 我说回来 我不会没有 但是我说不是太好找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让他觉得 很好 这是有挑战 互补 但是对郭台北讲也一样 没那么好找 没那么好找 你要找到让他社会觉得 普遍觉得都还不错 那真的是要努力 对的确是非常的困难 现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之下 对于郭台北来说 或者对韩国瑜来讲 现在要找副手 恐怕都是一大难题 实际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最新发展 当然我们也就说了 除了副手人选之外 郭台北恐怕也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他选输的情况之下 会是蓝赢的罪人吗 这部分恐怕也是 郭台北会陷入参考的原因之一吗 这当然会是他考虑的一个点 因为他既然进入了初选的游戏规则 更何况最近网路上面传的还蛮广的一段影片 就是他当时在领过荣誉党原状的时候 说他要参选 然后绝对支持初选胜出的那个人 蓝营里面哇传的非常的胜 然后说你看你当初这样子自己承诺 结果你现在搞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当然就会一路跟着郭台铭 所以呢他势必会把这个东西加以考虑 可是可是按照目前的情势看起来 他大概也已经考虑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些东西已经不困扰他了 那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副手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知道 不会成侯明峰 但是故意要把消息放出来的啦 其实就是策略上面的运用 因为你侯明峰的消息一放出来 开什么玩笑 他的确可以成功的使得国民党的盘 更劣开 劣得更清楚 因为那个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 现在的政治其实都是很大一个部分 要建筑在想象上面 譬如说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合作 有很大一个部分是 哇不断的在堆高那个想象的空间 哇这个很强啊 一个是空战 一个是资源战 一个是陆战等等的 创造出无限美好的未来 这些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那现在丢出一个侯二哥出来了 侯二哥是不是一个想象 当然是一个想象啊 因为他 迪迪叫做最大都的新北侯友宜 侯友宜的背后又有一个 朱立伦 本来是个国民党的储君 你说那个资历啦训练够不够 对嘛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就会更加确立了国民党的盘分裂 并且更加确立的 如果我要操作气饱的话 你们要知道要气谁饱谁哦 恐怕是我这边更具有正统哦 我这边更具有号召力哦 那所以我会认为 那个操作气饱的气氛就出来了嘛 没错 所以我觉得那一连串就是 就是在做政治操作 根本就是在吃豆腐 明明知道不会是郭二哥 故意丢出这个东西来 制造出 接下来他们打算好的政治的布局 这个还蛮 还蛮 蛮高招的 对 还蛮精妙的啦 那至于说他的剧本 我无法理解 就是说 你如何攻党魁 就是如果你败选了 你拿什么东西去攻党 败选还有可能成为罪人 是不是 当然啦 被蓝莹这个唾弃 除非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胜选了 你胜选了 那假设说吴敦毅 这个因为败选 他必须要负责 他辞掉了党主席 那你是不是用一个胜选的姿态 重新回来 可是如果9月17号是直接用开除 的处分的话 国民党应该也有一个年限 你如果是开除的党员 你可能要过多久 你才可以婚 是五年吧 对嘛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 不管他胜选或者是败选 都不太可能再回到党中央里面去 重新抢下党金钱 不太可能 所以可能性不高啦 对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操作气宝 对 那当然要问世维哥啦 如果9月17号 郭台铭去登记选了 好 那就再看国民党到底要怎么做啦 国民党还是会如吴敦颖所说的那样的暧昧吗 会有转环吗 有这种发展可能吗 如果没有记错 开除党籍是五年之后才可以入党 然后撤销党籍是两年之后 当然大家刚刚在讨论 都已经独立参选了 那就是已经脱党了嘛 那就没有败选 然后攻党魁这件事情 因为国民党就开除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换鱼或气宝 那我也跟各位做报告 不可能换鱼嘛 那你说会不会气宝 那如果说他有参选的话 那看气宝哪一边喊 哪一边会信吗 这个就是彼此选战的一个攻防 对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些剧本产生 我们都希望讲说 郭董事长能够跟我们一起打拼 好不好 那你讲说独立参选 那如果是讲 是郭董事长 郑银讲说绝不亏对 那这个就好像已经夸定了 对啊 郭伴都讲了 再怎么样都不会回国民党了 所以我就讲说 是不是还有游移的空间 我不晓得 但是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都希望我们努力到最后一刻 我们也不希望讲说 9月13到9月17 这个是我们要党继 做处理的一个时段 那郭挣营之前上个礼拜 在讲说他们是被动 那我讲说 党中央才是被动 被动 为什么 你是狼立党员 你现在去定期 董事长是不是要处理 对 所以说谁被动 我就讲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没有错啦 郭董他有他的一个 这个为国家 甚至于的一个付出的心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讲说 民主政治 政党政治 他都有一套公平的极致 世维国我比较好奇 9月17号之后 国民党要怎么处理 坚决开闸 还是说会游移 会觉得要保留弹性 你所说的伤脑筋 党计就在那边嘛 到底会做成 我就讲党计在那边 没错 问题是执行的是人 党计的处理 人就会有犹豫 党计的一个处理 就是这样子嘛 你就是有的 最终就是撤销党级 停权或开除党级 那你今天讲 党主席也讲 如果说是联署 你如果是有去登记 你如果有联署 那党计就会启动了 那启动会如何 我要尊重地方的考骑委员 跟中央的考骑委员 等待时间的来临就对了 到时候才能够 所以很难去预设 你要依据当时的一个状况 那副手部分呢 侯明锋 这个现在其实对韩国瑜来讲 也是要寻找副手吧 对不对 也是个难题所在 如何去寻找一个 互补的副手呢 你说侯二哥 侯院长 那个侯市长都已经出来讲 因二哥还是做医生好 那这一个侯二哥 他也讲说 他还是把院长做好 所以说这就没有这个局了 那当然点兵点将 我讲讲 不然那个裂痕 就变大峡谷一样 你放心好了 这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当然人家都会见风插针 因为侯友宜市长 他对于和氏表达的看法 还有他最近以市政的一个做法 当然都会有很多的人 对他有这个评论 但是我自己知道的 侯市长他面对市政优先 那你说他后面 会不会选战后期 然后一两个月 来支持国民党参选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否则市长 过去民进党 在文大宿舍案 难道他心里面 不会不会有那个疙瘩在吗 所以说我还是讲 侯友宜会归队 侯市长一定会支持 国民党的一个提名人 来来来 国栋各来怎么看 9月17日是法理上的 定义的日记 因为9月13日17日 你要独立参选的人 你来去中选会 申请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表 所以叫做最后期限 9月13日17日 其实另外两个日记 不是华理上 但是社会的观感上 一个是9月3号 国民党要大造势 15县市长都要集合 要大家顛逢 大家看看 郭台湾赶在北台上去 第二个日记是9月8号 在新北市大造势 朱利云 侯友宜 会不会站在韩国 左右两边拉着手起来 这也是个观传 这些讯息看起来 好像不会去参加 这个日记 我跟大家先报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 郭台铭他干嘛 要去接国民党党主席 我真的觉得实在 有这种逻辑 剧本写的实在也太不通了 很奇怪 他接那个党主席 除了说2000年 24年他又拚一拼 不过他接这个党主席 缺钱缺到就要走路 你又接那天都要去买钱 实在有时候他本堂的人 我卫中华民国 我可不是卫中国民党 要说事情 说清楚嘛 所以郭台铭是不可能 去接国民党党主席 但是他为什么还在党 比较阻联 如果韩国瑜真的选不下去 他留在党内的话 他还有机会补嘛 可是他要机会补 国民党也没有这个条款 说出选的第一名 不选第二名就递捕 也没有啊 所以国民党的这种制度 虽然都虽然他们说的 可以改不可以改的 我忘记了他 马英雄不可以算 他改给他算的 就是吴敦律在当秘书长 吴普雄当代理主席 所以这种国民党的制度 吹一十五不一样 虽然他们去拔 他真的要向谁 郭敦律这次在乔 大家在脈手紧紧在看 真的乔得成换鱼吗 他真的乔得成的话 那这个人确实是 台湾正常的一个 真是老牌人物 连这种时候 都可以乔得成的话 后面的势力 真的很庞大 这不只是乔家大院 比乔家大院更庞大了 他也不在乎 如果你韩国有三层的钢铁韩粉 他也不怕 不怕 为了国民党要贏 他必须要乔 那第二个最大的条件 就是中国一定要支持他 所以头一天 为什么来到中国那边 报告这个事情 是这个意思 如果中国如果没有资资 你五十年 十条命你就不敢去乔这个 对吗 中国支持韩国瑜 你去乔反应啥 你比反送中还严重 所以看这个局势 乔吨你也是在等 但是这时间 如果是等过九月十七 九月十三 九月十八 九月十七 都够的时候 国民党 那时候你到底要怎么 那时候国民党 不是要整个都收起来 我们也不知道 没得这么厉害 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一下 韩国瑜如果没有赢 郭台铭赢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 改制度 写马英九那个时候 这个本党这个 以除名党员 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可回党 回几党 再颁发荣誉党员 总统的 总统的 总统的可以 荣誉党员又拿到了 总统的 总统的可以 这是我说的 笑话 行不行 我是不知道 有可能不可能 但是要注意的是 韩国瑜出来 三甲都 不见得对 不是啊 郭台铭出来 对韩国不见得不利 你才记得 他的三甲的 韩国瑜 如果自治在那时 郭台铭拿多少 那时候 危险是小英的危险 这就是要考虑这件事 你不能不考虑这件 对啦 你才运作 让他去七宝 有可能一变更浪 但是如果一七宝发生 小英也危险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政治算盘 大家慢慢算算看 政敌完本的穿班 够重的可能嘛 来 三Q哥 怎么看这样的 最新发展 郭台铭的三个剧本 还有他的副手 你感觉如何看 其实我这个过台面 先是应该是 很想要出来算 包括我想 已经连接过 我本来感觉 那个流星 我实在 他也是想 因为他不是 政治人本嘛 蔡慎宇 那个订职已经 整个星期了 就是 别久别久别久 一个小孩 头在那 整个星期 这表示 这个设计过 这有部罩 有七粒 要来曝光 不断 你说到 我老板怎么样 这应该是 有买出来算 再来过台面 你会发现一件 就是很趣 他参谋参算的时候 民调很高 一个开始公园 酸整之后 慢慢慢慢增速 立会了 现在没公园 又开始 生日又好起来 所以 意思是 又叫他不要公园 就好 他闭起来的时候 民调比较高 他变成 减后民调会落 这个东西 我就很好奇 是他的形象的问题 其实公园 较慢 但是 但是 坦白说 这种 这种 这个政治人物 其实是 我认为是 对令人 或是说 对台牌 较危险的 但是 他的两岸论述 某个程度 又可以让 大部分的 民众接受 那我 我认为 必须要去了解到 他的策略 以及他的 整个政策的论述 国政愿景 因为 我们知道 刚才 今天 当时 韩国主 说 如果你支持台独 就去支持蔡英文 不要你的票 头儿 我的威 但是 这种是怎么 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啊 不然 国台民地 那个谋 像叫做 打马赛克 这种东西 这种的论地 大家没说得好 就黏著 哪会把 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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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是 真正要处理 事情的方法 所以过台民 神心路 还要出来 我想 有关是 钻对的 两岸论述 他去了解 再来 有一件的 事情 特别要讲 最近 我说 他 过去 普遍的论地 他的经济 似乎 管理能力 很好 但是 是毕竟 受益 比较传统的 这个 台港的模式 有比较少部分 的 创新的 创新 但是 这像 他在中国 最近叫美中 貿易前 增到 市值 是落到一条 我不知道 四千万 六千万 真严重 所以 有人说 他选拟是 因为 他有 经营的 災情 要来 让台湾人民 幸福 但是 我在看 像是 这间公司 要倒 虽然 找另外 找一个 新的 产业 来 来 做 看 新的 这是我一个年轻人 对台湾人民 当主党的观察 好 再来关心 香港情势的 最新发展 为了压制 港人 反送中示威 香港警察竟然是 穿着制服 跟持刀的白衣人 夹击示威者 那前天 在地铁站 对乘客 是进行 无差别的攻击 昨天 是有再度 高举警棍 冲入地铁站 机场 还有码头 对民众进行 无差别的 这个烂捕 跟这个烂搜 黑白道 竟然是 结合在一起 让人触目惊心 不过 中国的海协会 副会长孙雅夫 竟然是批评 台湾的民进党 对中国 升高对抗 也利用香港的局面 在攻击一国两制 制造枪 制造炮 向大陆射击 那香港今天的混乱 是台湾策动 所造成的吗 那今天也传出 台湾的邦交国 所罗门 这个礼拜 会跟中国建交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中国 企图转移 焦点的一个做法吗 我们看到 包括海协会长 孙雅夫所说 是台湾 利用香港局势 在对中国 进行了攻击 同时我们也看到 中国富商 郭文贵 他的爆料内容 更是惊悚 他说福建 早就有50万大军 已经进驻了 如果香港失控 美国介入 那中共 就会立刻 对台开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同样的一个 考量的一个套路 思考吗 来实习怎么样看 这是逼 中国对台动手吗 会有这种情况吗 趁着中国内乱 就要拿台湾开刀吗 我觉得中国一直没有办法 处理掉香港的问题 然后他也的确让林郑 处在一个 进退两难的状态底下 所以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必须要合理化 这整个行为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台湾搞的 你台湾民进党都介入 责任都推给外国 责任通通都是别人造成的 都是因为民进党 那民进党这个 跟港独做了串联等等的 去挑起这样子的这个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当然会是中国的 一贯的手法 那也因此他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 又传出来说 这个所罗门的邦交可能 他中国可能会下手等等的 也就是说 的确台湾会成为他 一个非常好运用的棋子 可是是不是能够用的成功 这件事情 就是两回事了 东华哥怎么看 这部分我们说 香港的情势 感觉上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那失控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官方 如果这样的一个说法 似乎也要把责任 推给台湾 推给美国 那如果再对照 郭文贵这样的一个爆料 感觉上是很惊悚 但是感觉上是 同一个思考套路 是不是有可能 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目前来讲 我不敢随便去判断 那因为孙亚夫 是在一个论坛上面 的一段发言 那郭文贵的部分 我现在没办法去做判读 因为福建 如果要聚集50万大军的话 我们应该自己 我们自己也会有情报 那他是要渡海 还是锁定金马 到时候要看 他的目标是怎么定的 可是回过来你看 香港 香港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可以断定一件事情 北京现在是进退两难 所以他用港警 然后还有运用的这些帮派 用打 看你会不会怕你会不会退 那这个 这个基本上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大概还可以被控制 那如果 现在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样子还不能逼退 对香港的民众的话 因为你随着10月1号 中共的国庆时间 越来越近 对 能够 对北京来讲 能够处理的时间 大概不多 所以 说实在的 我们在台湾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很少 非常少 对 我们只能用呼吁的 用祈祷的 希望香港不要有悲剧发生 对 可是中国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台湾 到时候如果说 是怎么样 都是民进党在背后策动 那比如说 国内的局势 会不会影响到国内的政治形势 特别是现在选举 这个东西 影响台湾的内部群势 如果有人 岛内有人在配合 能够讲 事实上已经反映了 也就是说 我能够讲 因为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今天 今天苹果又公布了一个民调 那如果在PK状况之下的话 蔡英文总统跟韩国瑜 韩市长的距离又被拉开 然后包括郭台铭都掉 郭台铭也掉 包括郭台铭都掉 那苹果日报 他大概这两天 应该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公布 那 但是我 我那么讲 因为我们对于香港因素的反应 每一个人心中 大概都有一个答案 所以他愿意表态的程度 应该是相当充分的 因为香港民调的发展 香港事件跟台湾的选举民调的发展 其实是有一个相关性 有正关系的 那未来会怎么走 其实 我那么讲 我们可以那么 反过来那么讲 就是说 因为 在野的国民党 你要做一个挑战者 你要挑战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你要谈 挑战现在的蔡英文总统 你必须要比 执政者 有更清楚 强而有力的诉求 我倒不是说 国民党就要去跟民进党 唱一样的调子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国民党必须要有 如果你要跟民进党不一样 你要跟蔡英文总统不一样 你必须要有一个 很清晰的诉求 这个诉求 对一般老百姓一听就懂 知道你要干嘛 而不是像韩市长 他在 有人问到他 香港的最新形势的时候 韩国瑜市长讲了两个字 谢谢 对 他不敢讲 我们这个时候不要黑他 人家说 不要黑他 他就是说 他开始白韩 对 我们韩国瑜韩市长就说了谢谢 我想 谢谢是不答 必答 对 四位兄其实应该跟你们总部建议 国民党可以跟 可以不同意民进党的主张 就是国民党一定要让大家很 一般选民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国民党 主张什么 要什么 什么样的态度 你不一定要跟民进党一样 对 可是国民党应该要自己很清晰的 你也可以 你觉得有可能吗 国民党想得出来吗 我这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 这是国民党的考验 因为你是一个 你是在野党 你是 你要挑战现任的 对 你要让蔡英文总统下架 你就必须做得比他更好 嗯 那怎么样做 在香港议题上 怎么样做得可以更好 当然是国民党挑战 那国民党知不知道 自己面临这个香港因素的拖累 跟挑战 他当然知道 因为私底下大家 这方面的意见交换非常多 是不是有可能 还是有个熊波波 没有什么熊波波 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 我们还是 我们支持香港这些民众 追求民主自由 韩国瑜说谢谢 你讲说韩市长 他在拜庙的过程当中 那当然 今天是选务 然后你突然直接给他问 他没有那个充足的时间 他当然是跟大家讲谢谢 而且之前也都有通过新闻 我们都有对日本的看法 雅虎讲说 这个民进党 这个策动香港缓中 奇怪 如果民进党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为什么不去策动国民党消灭掉 要不必拼大写 拼得这么辛苦 所以不必太高估民进党 这种能力 只是川普公开讲过 如果不是贸易中美贸易战的话 香港可能不是这样子 哇 更完蛋了 现在中国那边不敢去怪美国 不敢怪日本 那只好拿台湾来做对象 那讲一些让台湾人民 就觉得很奇怪 凡是昨天看这个电视